如何通过饮食降低痴呆症的风险 大家好,我是罗希希博士 是之间大学的医学博士 主功能方向是阿尔茨海膜病 在上一期的视频中 我们讲到了如何判断自己 是不是痴呆症的高危人群 因为现在临床上痴呆症 是没有有效的治疗方法的 所以最好的方式是通过改善生活方式 从而降低痴呆症的风险 目前已知的信息是 痴呆症约60%是先天因素造成的 40%的因素是后天造成的 如果你能够合理的改善生活方式 可以降低40%的痴呆症的风险 饮食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环 关于降低痴呆症的饮食方案 主要有几种 最最流行的就是 地中海饮食的亚洲改良版 此外还有一种叫做心智饮食 今天罗希希就把两种饮食的精华 给合并在一起跟大家描述一下 此外在痴呆症的饮食中 其实不吃什么东西 比要去吃什么更加重要 首先有几类产品是不推荐吃的 一个就是各种糕点糖果 还有一些加工的包装食品 比如说很多面包房里面会生成一些面包 那这些面包很多都会加了一些环油 人造奶油 人造环油 很多中老年人很喜欢吃一些油条 油饼 烤饼之类的东西 那这个也是不太推荐的 还有各种生加工的腌制类的食物 比如说像香肠腊肠腊胃腊鱼 还有呢就是红肉类的 也就是猪肉牛肉羊肉 相比于白肉 像这个家禽类的 是更加不推荐一些的 那这里面呢应该严格限制的呢 主要就是糖分特别高的 加了环油或者人造环油的 还有呢就是油炸的 还有呢腌制的 总之呢就是这四大类 一定要尽可能的去避免 至于红肉和白肉呢 大家可以自行选择 也就是自己稍微有意识 去多吃一些白肉就好了 我们再来说他推荐吃的几大类的东西 第一大类呢就是绿叶蔬菜 他推荐了每天 尽可能能够吃到五种不同类型的绿叶蔬菜 然后呢他这里推荐 每周尽可能能够吃两到三次的浆果 那所谓的浆果呢 主要是草莓啊 蓝莓啊 还有这个布林 也就是李子 黑莓 山盛 如果没有条件吃到这些东西呢 你也可以尽可能选择颜色比较深一些的 比如说火龙果里面可以吃红心火龙果 或者呢可以选择吃那种黑紫色的葡萄 还有呢颜色很鲜艳的石榴啊 都是比较推荐的 然后呢就是坚果类的 坚果呢他推荐每天能够吃 30到50克左右的轻加工的坚果 那坚果里面呢 最便宜的差不多就是花生瓜籽 板栗跟核桃这个罗西西呢一直给大家推荐过 但是不推荐那种比如油炸的或者说外面带鱼皮的 那像刚才说到不该吃的里面就包括街头的一些加工的食品啊 还有一些蛋糕啊饼干那大家呢完全可以用这些姜果或者说用这些坚果来作为零食的替代 在油品的选择上呢 多种饮食方案呢都是最推荐 橄榄油作为主要的这个烹饪用油 然后用这个芝麻油或者亚麻子油作为凉拌用油 然后不推荐的油啊像牛油猪油 那在主食方面呢他推荐啊每天呢尽可能能够吃到三种不同类型的全古物 或者说啊一些杂粮这里呢比如说包括像燕麦片啊梨麦草米全麦面包 其实呢要吃到三种很容易的一种方案就是去买那种三色杂米或者五色杂米 把它参在自己的米饭中 北方朋友吃面条的时候可以往里面参点梨麦啊或者黑麦啊做一些杂粮面 还有呢他非常推荐食用鱼而且推荐每周尽可能能够吃两次或者两次以上的鱼 而且呢鱼里面呢又更加推荐啊像这种深海鱼 尤其像三文鱼啊金枪鱼啊青花鱼啊因为它富含Omega3脂肪酸 一些内地的朋友不方便吃到这些深海的鱼类呢其实也是可以选择淡水鱼的 他更加推荐吃体型小一些的鱼相比于那些大的鱼 因为它重金属的堆积相对来说会小一些 还有推荐的产品呢包括像豆类毛豆啊黄豆扁豆大豆 那罗西西曾经给大家推荐过就临时中还可以选择煮毛豆这种方式 非常的便宜两三块钱就能煮一大盆 而且呢像那种特别小的豆 比如说像小红豆啊小绿豆啊也是可以加到饭里面去吃的 这些豆类呢富含蛋白质同时呢膳食纤维含量也很高 有益于保持我们的血管健康降我们的胆固醇 此外呢在这些饮食中是比较推荐 大家在日常的饮料中啊就选择以下的三种 一个呢就是白开水一个呢就是绿茶 还有呢就是黑咖啡 如果有一些朋友喝黑咖啡一定要加点奶的话 推荐使用脱脂的牛奶 然后呢在加工烹饪方面呢推荐使用啊轻加工的方式 所以呢如果说有条件可以在自己家中做的 更加推荐在自己家中做 然后少油少盐 此外呢还有一点非常重要 就是这些食品虽然好 永远记得七分饱就可以了 差不多就是如果你特别饿 吃着吃着感觉不饿了就可以停止了 其实呢现在像有些研究团队还表明了 像168的这种每日的断食法 也许呢也是有益于降低胃胎症的风险的 他具体的执行呢 譬如说每天24个小时钟 有8个小时的进食时间 然后有16个小时是不吃任何东西的 那像罗希希日常的执行呢 就是差不多下午4点钟左右 吃完自己的晚饭之后 就不吃任何的东西了 只能喝水啊或者说茶叶 或者说黑咖啡 然后呢直到第二天上午的8点钟 才开始进食早餐 那像这种方案呢 它可以帮助我们减重 那让我们的肠道啊 有更多的休息时间 也会变相的降低 颅内的一些原性反应 其实呢像刚才推荐的很多产品 要么是有护脑 要么呢是有保护血管 要么呢就是有抗氧化 降低我们脑内的原性反应 那后面具体的关于这种 十六八断食法呢罗希希也可以专门开一些视频跟大家聊一下 当然呢要完全的降低痴呆症的风险 饮食如果说做到最好 差不多也就降低30%左右的风险 还要依赖于大脑的活动 就是要靠大脑的锻炼 社交 还有呢像这个三高日常的监测和控制 如果说有问题了呢 就要去及时的吃药 把这个血压血糖控制在一个合理的范围 最后呢还要再加上这个体力锻炼以及其他方面一些调控才能把这个风险啊 尽可能降到40%左右的这个急值 就是痴呆症呢 现在到了中晚期 其实都是没有什么特别好的办法的 我们现在能做的呢 就是做好预防工作 那药物的研发呢 现在正在快马加鞭啊 可能五到十年后就会来了 那所以呢做好预防工作 多争取到一些时间 多赢得一分机会 好的我们下期见 喜欢视频的话 记得给罗希希点个赞 我们下期见